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用了什么外门邪道 迷了大家的心 但是只要大理寺严加审问 一定能问出真相 陛下 宁大人 宁夫人 聂老将军 今日 宁夫人获得面之类的冠军 我也有一份厚礼想送给大家 阿正 把贺礼拿来 宁大人 这是我给你的贺礼 陛下 微臣出入海坊 就发现宁夫人与之前大为不同 微臣害怕 有人冒充顶替二品告命夫人头衔 于是就暗中派人搜索线 果然 跟踪聂老将军在庙里 发现了宁执政的原配 宁丧于的灵牌 宁与之政 冒充二品告命夫人 姿势体大 没证据 可不能乱说 难道陛下不觉得 一个久居深归的将军之女 说话作风毫无千金小姐的样子 反而还对民间百姓了解颇深 此事疑点重重 陛下 若想证明此事是否属实 请陛下派人搜查宁府 一定会找到更多的证据 聂将军 宁执政 你们两个 有什么话要说吗 禀陛下 此事的背后错综复杂 王陛下让老臣细细地道来 这么说来 灵执政所说的 确有其事咯 回陛下 我夫人 陛下 眼前的这个女人 绝不是聂桑宇 聂桑宇她擅长单轻 但这个女人却对作话一窍不通 聂桑宇常年沿袭小凯 但她的字体却龙飞凤舞的 聂桑宇性格阴郁 下人皆对她颇为恐惧 可自半下被聂桑宇烙了梅花印 故意放火报复你以后 你就废止了宁府的家规 难道不是吗 种种迹象都表明 她绝不是聂桑宇 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可以让住在县衙的千连雪 来作证 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 用了什么外门邪道 迷了大家的心 但是只要大理寺严加审问 一定能问出真相 陛下 怎么办 新冬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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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持统统统统统统统蟲 陈克将此女押去大理寺 严行拷打 定能问出真相